过了几天,医馆正式开业,沈云青自己写了个枕金五文的桃木牌子,丢在牌子后面写了个枕金五两,让六娘挂出去,算是正式营业了。 她都想好了,心情不好,不想接诊的时候,或者遇到虎脚蛮缠的病人,就把五两那面挂出去。 你这里布置得挺好看的,不像个医馆,倒像个闺房。 本来就是给妇孺看病的,所以布置得温馨些,放松心情。 我也没什么事,就是来谢谢你。 她以为孟香香只是来谢过她,就不会再来了,却不知道这只是个开端。 接下来,孟香香几乎每天都来。 沈云青一头地问号,孟香香她不仅来蹭座位, 她还来蹭饭。 沈云青忍了半个月,终于忍不住了。 孟姑娘,你天天来,你娘不说你吗? 我和我娘说我来给你帮忙,她说这是积德行善的事情,还鼓励我呢。 哦,所以啊,你是来帮我吃的吗? 不过,她也不讨厌孟香香就是了。 这个女孩子,干净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,喜怒都在脸上,不是心机深沉之人。 嗯,其实你不知道,我在家里啊,都闷死了,又不能出门。 哼,多亏了你,我总算有理由出门了。 你,没有归州密友,没有什么赏花宴什么的吗? 我娘不让我出门和他们来往,我娘说我缺心眼,很容易上当受骗,也把我爹拖进坑里。 嗯,所以这就是来自亲娘暴风骤雨的爱吗? 我也确实懒得和他们斗心眼,也不知道比穿戴有什么好高兴的。 更不明白,嫁个高门,做个正妻去管一堆小妾,有什么荣耀的? 嗯?自己人,能谈? 对了,云青,你家有没有人要指点功课的? 要是有,我和我爹说一声。 这,这不太好吧,哎呀,有什么不好的,我天天来蹭吃蹭喝,连吃带拿的,我爹现在都喜欢你做的菜了,有什么不好的?这是我爹让我问你的。 有,是我小叔子,但是,我之前已经托别人在穆大人面前说相了。 你小叔子? 好奇宝宝开始发问,沈云青只能把自己家里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。 什么?你还有个五岁的儿子? 是啊,他估计年底也会来京城。 那这样,一件事情不能有两个人请,我会去跟我爹说,你想让你儿子跟着我爹读书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坑爹玩意儿吗? 但是这个提议,真像哪。 沈云青当即表示,不敢耗费孟大人太多时间,但是一两个月指点一下大方向,就感激不尽了。 以后孟大人的下酒菜啊,他煲了。 你医馆还没名字,要不我让我爹给你提个字? 哎,不用不用不用,我怕牌匾被人连夜偷走。 嗯,还有件事情,其实我想求你帮忙来着。 你总不让我帮你,我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。 说吧。 其实是关于我娘的。 我娘生了我之后,就再也没生过。 我爹说不在乎,可是没有儿子,已经成了我娘的心病。 我娘今年三十有二,再不生,过几年就生不出来了。 这个,我得看看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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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